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日的快讯 大家好,我是陆明 国际新闻方面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 星期五起,该市居民前往市盈疫苗中心 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将会获派100美元 纽约市整体人口59% 已经接种了最少一剂 白思豪认为并不足够 决定派钱,吹谷打针 但已经打针的人就无法追索奖金 有社区团体负责人批评 派钱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并且质疑为什么迟打针反而有奖励 华盛顿30号信 租高的方学法和不准确的科学研究 加剧了新冠肺炎的假讯息危机 不单只影响到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 也使得人民安全受到威胁 美国国内对于如何压止疫情的分歧争论 作为网络上的错误研究传播 其中包括疫苗反对者的推波助澜 在美国施打 疫苗速度慢下来的这段期间 有关疫苗的假消息特别危险 卫生官员表示 近期几乎所有染疫死亡的案例 都是没有接种疫苗 日本宣布大阪府及轮近东京的三个院 下星期一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东京奥运再多27宗相关新冠确诊 创了今个月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东京奥运已经进行了大约一半赛程 东京奥组委指 与奥运相关的确诊单日再多27宗 创了今个月一日统计以来的新高 当中三人是海外运动员 包括美国奥委会前一日公布的 参肝跳选手肯德里斯克 这位两届世界田径錦标赛金牌得主 曾经入住选手村 他需要接受隔离无缘出赛 新加坡再多131宗本土新冠病毒确诊 包括52宗源头不明个案 另外有28宗属于鱼狼鱼港群组 累计997人染病 是当地最大感染群组 自至星期四 感染群组已经增加到53个 新加坡已经有超过半数人口 完成接种疫苗 印尼疫情7月急速升温 7月已经有超过2万名的爱国人 由瓦加达国际机场离境 是2月的两倍 回看报道 印尼疫苗不足 爱国人接种不容易 是爱国人选择离境的一个原因 据报道 这波疫情自5月中 开灾折后升温 目前最高峰是7月15日 新增加56757个确诊 7月27日有2,069人死亡 创作单日不治最高纪录 29日新增加43,479个确诊 死亡人数多1,893人 泰国单日新增加超过1万7千宗 新冠病毒确诊 泰国普吉府星期五宣布 8月3日至16日期间 禁止各类人员、车辆、船只 以及国内航班 通过陆路、水路、空中通道 进入普吉岛 普吉府的新冠肺炎疫情 近期出现升温趋势 过去一个星期 当地共报告了 大约150宗确诊病例 当局仲规定 入到人员必须下载 和安装相关可追踪应用程序 封土期间除了紧急情况之外 会晚11点到第二天的清晨4点 禁止所有人员和车辆 通过陆路进入普吉 缅甸正边后局势动荡 英国向联合国安理会警告 缅甸5400万人口当中 有一半人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 感染新冠病毒 今次会议是英国为因应缅甸疫情危急而召开 缅甸自从2月军事政变之后 当地疫情迅速恶化 英国敦促安理会应确保缅甸境内遵守第2565号血议 要求冲突区停火令到新冠疫苗能够安全配送 菲律宾宣布撤回废除容许两国进行大型打击演练的部队访问协定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防长 洛伦泽纳会面之后出席联合记者会 洛伦泽纳公布总统杜特尔特撕销相关决定 奥斯丁表示欢迎 说有助促进长期盟友之间的防卫关系 外长洛阴据报 今天稍后会正式将相关文件交给奥斯丁 中国内地新增加64宗新冠病毒个案 21宗属于本土感染 南京占13宗 北京也连续两日出现确诊 当局称这波疫情是由俄罗斯航班传入 江苏南京本土疫情持续扩散 再多13人感染 小区加强管理 所有出入口、设置集口 居民必须量体温 工作人员在周围消毒 这一轮疫情最先在南京六口国际机场爆发 当局确认 源头来自今个月10号 一班俄罗斯入境的航班 指多名早前确诊的机场清洁工 病毒基因序列 和该航班一冲输入的病例一致 都是属于Delta变种病毒 我是Vivian 家国新闻 东京奥运会第七日 加拿大选手在女子白人单奖滑船赛中 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他们在到达2000米比赛的最后一站时 加拿大的队员以0.91秒的优势 战胜左身西兰队 以5分59秒31的成绩获得金牌 这个也是本国获得的第三面金牌 在今天凌晨举行的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 加拿大队在12码大战中 以4比3击败巴西进级半决赛 在下个星期一凌晨 他们将与美国队对阵 争夺决赛职位 有望夺得奖牌 联邦政府30日表示 随着各地解封 加拿大全国各地的新冠人数开始激增 随着越来越多人感染Delta变异病毒 第四波疫情已经开始 最新的疫情无形显示 COVID-19病例数正在增加 如果不控制接触 预计还会有成千上万人感染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斯医生说 疫情轨迹取决于全面接种疫苗复概率的持续增长 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速度和程度 他希望年轻人群的疫苗接种率显著增加 并警告说 如果在未来几个月内没有提高 加拿大可能在今年秋季 或者冬季面临严重的疫情复发 联邦财政部长方卫兰表示 政府会将疫情援助计划 在原先计划结束的日期之后 再延长一个月 持续到10月23日 该决定意味着对企业的工资和租金補贴 以及对失去工作 或者需要请假照顾家人 或者在家养病的人的收入援助 方卫兰还指出 政府会将工资和租金補贴凍结在当前水平 暂缓之前计划中的削减 他补充说延长援助是必要的 因为很多小企业和工人都未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贝斯省星期二开启一项疫苗接种运动 新增移动疫苗接种车和移动诊所 以帮助更多人完成第一剂和第二剂的新冠疫苗 该活动将持续至8月 同时温哥华盐岸卫生局正在与列治文夜市合作 在8月6日和7日下午6点至11点提供临时疫苗接种诊所 昆德伦理工大学疫苗诊所都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免预约活动 现场还有音乐表演 据碑斯直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7月26日列治文12岁及以上人群中 84%的人已接种第一剂疫苗 56%的人已接种第二剂疫苗 亚省酒精博彩以及大麻管理事务局表示 最近警方在卡城破获一宗酒私烟草案件 手出约市值450万元的货物 是亚省历来最大的倒破行动 估计亚省损失了250万元烟草税 两名男子在事件中落网 他们被控多项刑事罪名 安省目前处于重新开放计划的第三步 该计划允许几乎所有的商业场所 在一些容量限制的情况下运营 安省卫生厅长叶丽娅的发言人星期五表示 结束重开计划之后 绝大部分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容量限制将会被取消 但将不会放宽大口罩的强制措施 政府还表示为了走出第三步 12岁及以上的人必须有75%接种第二剂疫苗 所有公共卫生地区必须有70%的合格人员 完全接种疫苗 如果所有这些指标都满足 卫生指标在经过三周后稳定下来 安省可以进一步取消限制 8月6日可能是最早的日期 下午2点左右 安大略省巴里市发生化工产品爆炸事故 发生爆炸的地点是一个液化石游戏储存设施 据目击者说发生爆炸事故时听到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地点的上空随即没有出黑烟和火光 消防人员仍在现场灭火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多伦多警队表示8月2日公民日公众假期 多伦多警队的停车执法部门将不会执行路边停车法例 警方表示当日将不会执法的地点及时段 包括付费显示或计费标区 繁忙时段及星期一至星期五有规定标志的地区 但其他地区的违法停车行为警方会继续执法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卫生厅今天宣布在过去24小时 新冠肺炎新增个案为226宗 总检测数目达到21,000个 其中多伦多市新增个案有62宗 皮尔区24宗 约克区13宗 滑铁炉35宗 咸美顿13宗 河顿区13宗 截止至昨晚晚上8点 安省接种疫苗剂量达到19377608剂 有趣新闻 土耳其富商加利普 和24岁妻子Kristina 结婚后没多久但下一女 但夫妇两个并未满足 随即聘用代孕 一年内产下21名孩子 再加上加利普与前妻 育有9名子女 即她目前已有31名孩子 夫妇甚至更夸口 要生养105个孩子 二年57岁的加利普和Kristina 因为渴望可以有一个大家庭 Kristina甚至希望在有生之年 可以拥有105个孩子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 她们不惜花14.3万英镑 在一年内聘用多名女子代孕 分别单下共21名孩子 并聘请16位保姆来照顾子女 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 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有阵雨 温度介负于17度至21度 后天有雷阵雨 温度为15度至21度 温哥牙方面 明天多云温度介负于19度至29度 后天呈间多云温度为17度至29度 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上调一线 普通级汽油会加价 每公升139.9线 而大温哥牙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上调两线 普通级汽油会加价至 每公升167.9线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快讯 祝大家有愉快的长周末 再会